哈喽 大家好 我是白丁 今天做的这一支观众反馈的鲜鱼钢笔 我也是第一次买这个品牌的钢笔 首先是这样 银路眼帘的是一个 它的一个指的一个笔盒 首先好评一下 因为像这种笔盒我是特别喜欢的 就一个简单的一个包装 然后再加不同的一个图案 或者它的一个相对来讲 像万宝龙的儿童基金会的那种 就是有一个绘画 这种笔盒包装是我最喜欢 也很简念 颜色是一个绿色 这里也贴了一个标签 好 打开一下的时候 还有一个船 打开这个包装先 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 那这个笔就按观众要求 就是他买了一个绿色的 而且我去淘宝看嘛 那基本上好像没多少别的颜色 那这支笔好像搞回来好像是100多吧 因为是全新的 那哎非常不错这样的一张纸 那这样不过这张纸有点旧了 你看中间这里都折了 但是像这样子一种图案呢 或者就这种绘图吗 我觉得会更就更有一个吸引力 更像一个高级干笔品牌 应该有的一个东西 那纸盒我们先扔一边去 那引路也连这个干笔 我们就打开一下套 那绿色的 那首先该讲的就是这个颜色吧 跟图片上差的有点多 不过反正不会有很大影响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小先还是一样 万宝龙的一个146 然后800 再下来就是我日用的一个水人吧 好那首先这么去看的时候 他这支笔是那种中古笔的尺寸 但是没有中古笔的那个味道 粗细跟那个一样 但是你看到整个笔形 以及他这个颜色 然后笔的一个就不同部分 笔尾笔头的一个比例 没有那种中古的感觉 这点给予一个好评线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尖 旋转出墨的看一下这个圈 一个圈 应该这样 半圈 再半圈 OK一圈左右就能出来了 可以 然后这个就普通的笔尖 那这个笔尖我觉得就 就我把这些都打开一下 然后这个就这个就没必要了 这个还晕得 还是把200拿回来吧 那个因为民间嘛 尽量拿一些同样都是民间的来进行一个对比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尖笔尖下笔尖来讲 比那个二十六号的笔尖的大小还要在小上一号 那机尾的一个可能性就不会太大了 另外这个笔尖一看 好小真的是 但是他有把这个笔尖给加长能看到吧 就是百利金的笔尖是偏短的 然后他这个笔尖也稍微加长一点 就这么多一个螺纹的尺寸 其实鞋感上他会差挺远的 因为这个长度比那个他其实很多时候差个两到三毫米吗 特别是一些长度 或者一个直径上面的一个增加或者减少的话 整个笔的一个鞋感完全不一样 就好像同一款的一个笔尖 你换到不同杆上 其实因为他杆的一个握上去 然后鞋都不一样吗 然后整个鞋感就完全就是有变化了 但这个是我想看是 哦我去还是个活塞的啊 这可以可以这个观众有眼光 没想到还是个活塞的还真没看出来 那活塞两个这么像呢 对比一下吧 那还好我这只没有上墨 嗯万宝龙的这个我看一下能不能亮的 那能看到呢 首先他这个的 嗯处理啊 光木窗的处理 那跟万宝龙在干净利落的比 那没法比价格差了30倍左右 对吧 然后再下来的长度来讲的话 其实这个光木窗 呃你上完墨以后吧 如果他这个是绿色 然后你会看到有墨水 但是这个光木窗吧 真的说实话 当你用的时候 你不会发现他墨剩多少的 因为墨都会有挂在那个 我给你看一个示范 这样子 那你平常这么去看的时候 其实墨都有一个挂壁的一个现象 其实你这么百利金的这个还算好很多了 平常的他不会我百利金的这个 你看他一下子就你看一下子就透明了吗 但其实很多笔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所以说这个就不要抱太大的一个希望 但是这个活塞板的 而且这么细的必须给一个好评 好 那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支笔的一个长度等等的一个尺寸 可以 那量一下 好 没有那个 没有这个什么 没有这个 呃 盖上帽以后 133 然后再下来 看一下这个笔尖呢 一百一十九到一百二十左右 再下来了 量一下这个笔卧的部分 9点零二 比想象中要粗 对 就是这个 可能我卧比比较高了 他刚好这样斜上去 但视觉上这么去看 其实这个笔卧是很细的 笔卧来讲的话 以这个初季度能达到9 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 你看这里其实笔笔本身很细嘛 当他这个笔卧到这里过度 其实没有减很多 你像很多现在的手工笔嘛 笔卧这个部分 他是减非常多的 因为他笔卧非常的厚 那这一点上来讲的话 鲤鱼做笔的经验 还是值得去佩服一下的 因为很多时候我买笔 我也看过不少 木制所谓的手工笔嘛 他基本上就是 罗纹这个地方 突然你会发现 哎 缩了很多啊 那种笔基本上你 你用你会觉得 哦 好 其实都会觉得什么 好别扭啊 好 那一个 一样 那个看一下这个重量 我觉得应该会很轻 11.5 那应该比百利金的还要轻呢 那这样子 对 7.6 三万末再加一克 8.6左右的一个 呃 重量 那这个重量的话就相当的给力了 很轻 那基本上就是 论用书写上来讲 没什么大问题 那我们再来优先看一下他这个笔的笔尖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杆 好笔尖上的话 我们能看到 哦 这个字的牌板非常的不错 Noodles 然后 Ink Co 那你看到这个牌板就是很少见的 很像牌板 平常呢 都是像现在这个角度 然后字就这样子写的 那他这样子的话 解决了一个就是字的大小问题 以及就是 整个笔尖看起来还是非常干净 哇 这支笔其实 就是某个程度来讲 他花了花了很多的一个巧思在里面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笔尖啊 那笔尖的话 笔尖好像 哎 我可以 那笔尖看到前面的一个尖吧 他是有点像就左 中左右往中间收有一点点 不知道是我看出来怎么样了 但整个毅力来讲还是以这个笔尖来讲 还算是挺大的 哇果然是旁边看就看了明显了 那这支笔的话是以一个写英文为主的 那非常滑顺的一个感觉 然后中缝上面你看中缝也是非常好像几乎都没看到了 看起来的话基本上就是啊出没非常节制也很细 然后呢这个看这里吧这个地方哇中缝真的超细 然后非常滑空膜非常准 然后但是又就很细 然后又很滑空膜非常好的这样子一个笔了 我觉得是这个定位笔舌上来讲也是相当有特色的一个笔舌了 看起来 因为这个其实笔舌只要主要取决于就是他这个出没的时候那个收缩率 因为塑料你出没以后都会有一定收缩的 这个厂商很能控控制 那这个出来以后 然后跟这个笔尖有多贴合 那会决定着他能出多少的一个墨 好 那这就基本上把应该看的一些数据看了 那我们先来看下这个笔吧 好 首先引路眼帘的非常不错这个Noodles 那能看到这个压的非常非常的精细 那笔舌乐的那个笔尖1911 那你看到没有任何的一个纹 然后陷进去 那基本上就干干净净的把一个字有点像刻上去了 那这一点相当的一个不错 然后呢 这个笔的话笔杆上面来讲 我觉得就能见证了什么颜色 但是我这个绿色跟那个我网上看的时候 这个绿色差别有点大 另外哦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有咖啡色 反正 呃 没事 影响不会很大 好 然后我们再下来看一下这个 呃 笔 笔帽的笔法 笔帽的地方的话 反正就是很正常 我觉得这里 笔尾也是 那这个就是一个顶针嘛 就出没的时候 最后就是方便的脱膜 然后有的一个口 要么就是住宿口 那反正就是两两几个几个东西嘛 好 那笔的话能讲的其实也不多 差不多就这些了 然后这个电镀来讲的话也是挺亮的看起来 那暂时杜生做的最好的万宝龙来看 那你看到都 就跟它的明亮度比还是差了那么一截 但是呃 价格不一样 我们也不拿这个来对比 好 这个 比大概就这样了 那这个环我觉得也真没什么能讲的 反而是这个活塞吧 呃手感来讲 呃没有白粒金的顺滑 这个是肯定的 就是相当来相对来讲 这个手感它比白粒金的那个要紧 另外一个就是 但你会觉得这个结实度吧 很很靠谱 好 那个 然后其他的也没看到什么水口等等的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上磨吧 还是 然后赶紧试写一下 看一下整笔的一个效果 好 那个上一下磨 ok 啊 有点 它这个活塞真的是有点紧的 说实话 然后拉上来 沙漠的一个 感觉非常好 就它它这个沙漠的话 你会觉得我好像很有力 然后把那个木给拉上来 就是一下子就可以了 哎呀 这个低背又歪了 好 然后再来 然后现在看到沙漠墨了 万年黑墨的一个示范效果就是这样了 然后现在看到沙漠墨了 啊 能看到吗 非常不太好 然后你你会觉得你会看到嗯 这个棺木窗基本上毫无作用 如果真的有用过示范的 或者长时间有用的都会知道有这个问题就是 棺木窗嘛 真的就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 除非那一支笔是示范笔 或者它是整个很大幅度的一个 透明的棺木窗 那我觉得就会怎么讲 会实在很多这些功能性会很强 好 那个赶紧试写一下 啊 我就好像这么平吧 看一下 呃 好像是啊 N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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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 Nood Nood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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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 看一下 笔尖的一个斜杆来讲的话 我觉得一般般 呃 没有阻力杆也没有滑顺杆还是一样 就是两头不到岸的一个问题 然后触摸来讲呢 非常足 然后这笔不知道我再来一遍 触摸 那刚刚是我书写的一个握笔问题 你看这里触摸的话 它就很均匀 没什么大问题 但 你看到这个触摸很大 很大 真的非常大 然后我轻轻的写几下 你会看到这个这个井字吗 不细 然后我再压一下 呜 发现新大陆人 你看 呜 这这压间 怪不得这位观众叫我要压间呢 哇 这压起来真的是 呃 很给很给力 很给力 我随便写个字吧 呃 H1L 哎 啊 不对 应该这么去哪币 对吧 不得 呃 嗯 真的不会写 好 这样吧 啊 要这样子 哎 我是没有练过书法的 哎 哇 这 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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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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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尖弹性还是有的 好 呃 那最大特色已经看到了 怪不得所以只要压间了 呃 但是这个间的一个弹度来讲 跟当时的英雄236来讲 呃 还是差一截 英雄的236那个比间是为什么差一截 英雄236的单写的一个平常就平常单写的一个状况比这只脸鱼要细 然后当然连于这个质量等等那是完爆完爆那个236的 呃 但如果按那个单按那个弹性来讲236比较优胜 但是这一支笔的话他的品牌魅力以及他这个品控吗 看起来还真不错 而且还是一个活塞钢笔 那基本上使用上来讲的话 爬格子我觉得稍微有了一点难度 但是不影响你爬 因为我是写繁体的 如果写简体的话 爬格子的压力比起繁体应该是小很多的 然后再下来呢 触摸等等的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那这个书写画的那个声音给你们听一下 那这个鞋感有点像什么 我第一个感觉原子笔 他的为什么说他两边不到 因为这个平常两边两边不到不是太色 就是有点尖尖的 有点错尖太刮什么 但这只呢不是说他不好 是说他这个笔非常像原子笔 跟原子原子笔的鞋感非常非常接近 那 那基本上好像我去买了一只原子笔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这个笔的定位就很清楚了 他是给那个就平常现代书写的人 然后去买的 然后呢 另外一个就是说 当时又想体验一下那个钢笔的一个乐趣 就是他坛间等等的乐趣 他又能提供 然后笔又很轻 还是个活塞的 那基本上就是他是想把以前的一个钢笔的一个就现代笔没有一个特色 以及钢笔以前的一些特色 再结合现代的一个原子笔结合 然后来诞生的这样子一支笔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好 那今天的这支笔呢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那整支笔个人来讲还是挺满意的 但是 个人如果希望的话 他出一支示范的 或者 呃 我会选一个别的颜色了 说实话这个绿色真的不是很讨好啊 对我来说的话 当然也感谢各位观众 那就这样子 有什么问题 下面留言给我 然后 有什么笔想我做的 那你可以留言 也是可以留言 或者加我微信群 加我微信 我拿一道群里慢慢聊 好 那大概就这样子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